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介绍一只 星神的光动能之后 介绍一只 星神的自动机械机身 鲍鱼航型 这只 真是 任你猜 你都猜不到多少钱 简直就是 超强性价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了 看看这只标 这只标是一只蓝色Dial的 标面 接着你看到一个阿拉伯的数目指 1 2 4 5 7 8 10 11 3 6 9 12 就用了这个黑度去显示 这只标就 蓝色Dial 再衬托了这个白色的数目指 再加上了 有一个内影边框的黑度位 那我们看一下标壳 标壳就是一个好像 小了少少的鲍鱼壳 小了一点的鲍鱼壳 或者拉长了一点的鲍鱼壳 这样的 造工其实都不差 虽然它是一只性价比值之王 就是它价钱底 但是你看到这个造工 拉丝 我有一手指甲指指 这个位置拉丝 这里做抛肛 旁边圆边位置做抛肛 下面这里起花级 也是抛肛 然后再到下面标脚位置 这里就做拉丝这个位置 做拉丝不受降 然后这里 旁边的转型位置做抛肛 延伸到旁边部分 有另外一个界面也做抛肛 有几个层次 有几个层次 非常之好的手感 非常之好的手感 我自己拿上去的标 但是潜水标就觉得它是有些质感 看上去有些质感 之余 它是造工上也是不抗肤的 好 看一下那个正面 正面 时分针加上黑道有野光 试一试 虽然不是很强的潜水标的野光 始终它也不是潜水标 但是也有野光功能 是的 时分针和黑道都有野光 你看到它那支时分针除了野光部分 也做了通洞 而秒针就做了一个白色的秒针 标观位置放在三点位置 三点位置 它用一个自家制的机身 你见到它卸住了 其实它就用自家制的 CITIZEN自家制的秒塔工厂的8210机身 其实这个机身也很耐历史的 也很稳定的 向上转动上发条 你见到 它做了100M的防水 就没有做到螺旋式锁标观 我现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上发条 40小时动力储能 21600的震频 踢起了标观之后 8耳机身就没有停秒的 没有停秒功能 我试一下向下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时间也很好受感 要用力才能够搞得到时间 你见到我踢起了标观 没有什么虚伪 装功都相当不错 按回去 半格教日力 试一下教日力有什么感觉 一格一格跳的 轻微的达达声 一格一格跳的 很准确的 好 试一下教它有没有快跳 整天Citizen的人都说它有快跳 对 没错 一过了12点就立刻跳入力 有快跳 好 教它到6点位置 82100的机身 标观也比较大一点 他做了标观也比较大一点 而且刚才踢起标观也没有虚伪 装功我自己觉得装功 我自己觉得装得很好 可以欣赏一下它的转位 刚才朱仔所说的转位 一点都不压 这里它用了平的耳门位 用了平的 然后一个小一点短一点的耳盆 这条标带方面做了拉丝的不手钢标带 实心的不手钢 拉丝花纹 都挺厚的 这条标带都厚的 重量整只标都有些手感 166克的有 打开之后一个摺疊式的保险标扣 这条标带都厚了 一条标带的字样 拉丝不手钢 打开之后做了银色的薄桥 银色的薄桥 银色的薄桥 先看看标底 标底做了螺旋式的底盖 这条标带的防水 看到是Japan movement 这个底盖也挺有质感 不错的 现在不是花了 有一个胶膜 猪仔还没撕的 好 反过来看看 整只标都挺有手感 86克 当然是未改代算 好了 先看看标的正面 鲍鱼壳很特别 虽然它标的是42mm的直径 而厚度是12mm 我们来量一下 那些脖子都不短 那些脖子都属于46mm 那只标因为有一个轴角位 所以标的直径不太大 試一下拼上去给大家看 100M的防水 用了矿物的水晶玻璃标面 清清的 用数字显示就比较清晰 都是清晰意见 这支标是性价比值相当高的 为什么猪仔这么说 好了,说一下价钱给大家听 猪仔推介 多少钱呢? Citizen的机械鲍鱼 948元 948元 非常非常超值 这支机械鲍鱼 821亭的Milita工厂机身手标 所以我说他真的性价比值很高的手标 如果喜欢这支标的标迷 可以怎么做呢? 猪仔有三只研货 只有三只 今天有标迷打电话来跟我说 猪仔我对你很没信心 我听到很诧异 原来他就说 猪仔我整天看到你的视频的时候 都买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按一下小铃铛 按一下订阅 第一时间猪仔出片的时候 可以通知到你 因为猪仔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早又出片 下午又出片 下午茶时间又出片 夜晚时间又出片 甚至乎你深宵的时间 猪仔都出片 所以在不同时段 你都看到猪仔的推介 记住 如果你有兴趣这支手标的 948元 性价比值高的鲍鱼Citizen 猪仔有三个现货 如果有兴趣标迷 尽快在手标的概括内容下方 有猪仔WhatsApp电话 WhatsApp给猪仔 打给猪仔 告诉我你要这支 性价比值高的鲍鱼 是的 1000元有找 948元 好了 喜欢这支标的 赞一下猪仔 猪仔需要你们的支持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 订阅 下次再有新标出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猪仔这个 性价比值高的推介 948元 Citizen 鲍鱼 记得我是猪仔 我们下集见 拜拜